今天David要開箱的是 也是 最近幾天剛出來 魂商店限定的 磨人蒲 瘦版的磨人蒲 那這支David是用預訂的 David之前有講過一定都會有 付一個 這個叫運輸盒 外層一定會有一層 一層宣紙 這就可以把它全部拆掉 這才是正常的 景品盒裝 相當的完整 David不是盒空再次的強調 那David也是沒有辦法接受 盒子爛爛的 然後卻全部推給送貨的業者 然後自己一點舒適都沒有 嚇到爆 如果以後再讓我遇到這種事情的話 真的是絕對不會散吧感受 我這支 瘦版的邪惡的磨人蒲 遠遠這樣看起來 你會覺得有點2D的感覺 因為他的 他的陰影 跟上色 還蠻特別的 所以會有那種 惡力的效果 整個面相 也是相當的還原於漫畫 我們非常熟悉的那一支 瘦版的 邪惡魔人蒲 那整支的高度非常的高 整體的細節 一點都沒有馬虎 基本上因為磨人蒲屋的細節 並不會那麼多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露出一個 上半身 還有手 那臉 當然是最重要 尤其是這個邪惡的笑容 然後身上 有很多 氣孔 都一一的點綴出來 他的腰帶 磨人蒲屋的標誌 褲子 也是有做一些陰影的特效 對 那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買到的人 直接拿到的時候 拿出來 他直接是幫你跟地毯 做一個連接的動作 所以你就自己把地毯再拆掉 這個魔人蒲屋 成品真的做得相當相當的有質感 尤其是這個臉 還有魔人蒲屋的 整體造型 跟後面這種可愛的魔人蒲屋 其實是差蠻多的 那連黑色的指甲 都有點綴出來 這整體的跟上一代超級賽亞人士 的品質其實是控管的相當的好 後面 就肌肉線條的呈現 這隻真的是 蠻棒的 聽說 現貨一出很多店家都賣到缺貨了 反派角色真的是有時候真的是還蠻經典 這邊是 這邊是 所有 David個人感覺2D 的感覺相當的強烈 因為他的腹肌的深淺跟這邊 二頭肌 帶出來的深淺線條 整個飛得好有立體感 然後就整個延伸到脖子上面 地台一樣給你類似燙金的感覺 上面寫的就是魔人蒲屋 這隻David給的評價是七顆星 整體 細節 做得相當好之外 幾乎是找不到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因為魔人蒲 比如 做工 David認為是算反派裡面 算比較簡單的一個角色 尤其是獸版的魔人蒲 因為胖版的David感覺比他複雜了一些 那 這隻除了非常大隻之外 實際的重量 也是 拿在手上也有沉重的感覺 整個實體 看到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反派角色通常其實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上一代的超級賽還是 做得其實也是相當的不錯 那因為這 這隻魔人蒲屋 大家可以從鏡頭上看下去 真的非常有2D的感覺 尤其是身體的這一塊的部分 所以David認為 相當推薦入手 但是 老話一句 就是要看衡量自己的能力 不要為了買而買 不要 是自己在玩精品跟玩具 不是被玩具跟精品玩 就量力而為 那如果經濟 非常許可的話 真的是非常推薦大家入手 這隻邪惡版的魔人蒲屋 絕對是不會後悔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 and peace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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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